疫情我們都持續在關注 監測整個疫情的狀況 隨著疫情的變化 我們都會再做一些滾動的檢討 以現在7月12號以後 我們所做的一些三級管制的放寬 部分放寬的部分 我們也都持續在做一些關注 這些管制的措施 是不是可以很順利跟執行 這個相關的場館 人火落實這個 相關的防疫計畫 這個都會影響到我們在 做整體的評估 現階段我們做三級的 適度開放 那所有的這個相關防疫措施 不管是餐廳 或是這個 運動場所 場館等等 其實現在的這個整個防疫的計畫裡面 都必須要涵蓋 對 如果萬一你在這個場所裡面 發現確診者之後 你後續處理的機制 包括他留置的獨立空間 或是這個快篩之後發現它是一個 陽性的遺失個案的時候 如何去做後送的處理等等 都會把它納進去 那相對的對於未來 我們也都一併會去做這樣的一個檢視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按讚 按讚 按讚